谁要恶你们呀 一条人命不止一百万吗 我女儿都摔成脑震荡了 你们学校就拿这么年轻来打发我 别管 闭嘴 怎么回事 我不是死了吗 轩云 前后都是死路 就算你是国际第一女特工 今天也插翅难逃 我早就在这儿 埋下了万根炸药 就算要死 我也要拉你一起不在 我居然你死 而且还灵魂重生 还重生到一个胖姑娘身上 喂 死胖子 不会真傻了吧 你是谁 乔宜你疯了 乔宜你疯了 你疯了 你疯了 丑女这种死胖子 丑女 也配喜欢西藏 还写人家写情书 你还我 就不给 给我 快还给我 快 你是我妹妹 是你要害我 我不是故意的 是你自己担保 小花菜 是吗 不好意思 手也划了 乔宜 灵灵都说了 她不是故意的 你这个当姐姐 怎么这么斤斤计较 有你这个拉偏价的妈 我当然要计较 我 我打死了 疯了 疯了 你快点 你真的疯了 醒了 小杨刚醒过来 有什么事 回家再说 以后再敢惹我 谁也救不了你 懦弱的爸 婆父的妈 歹毒的妹妹 贫穷的家 这家庭情况 也太复杂了吧 姐 你婚明了两天两月 要赶紧补充点糖分 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你好好休息 这便宜 弟弟乔宜 都是好 作为回报 找机会 帮他把剥脚治好吧 有家的感觉 还挺奇妙的 既然老天 又给了我一次机会 那就轻松的 再回一次 青城秦家的奖位 秦家可是华国一手 遮天的超级家族 家主秦寒月 仁春秦三叶 更是跨君政商 三级的吉日 若是能得秦家的人情 需要帮忙吗 叫你一命一千万 成交吗 上床 一千万为款 别忘了 这个姐 秦寒月 我救了你 你千万别忘了 不可能 他怎么会是那个人 你怎么还不走 住宿的话 可得另说飞了 三爷 三爷 你的事 对不起 说不来迟了 下不为例 你去帮我调查一个人 好歹是京城秦家 不会迟一千万都舍不得吧 君父宝道 你真说到了 乔颖 你还吃不吃饭了 太处适了 面对饿子 还是全都不说 吃个饭都要叫 拦死你算了 行了 孩子还伤着呢 你少说两句 我说错了 学习那么烂 还学别人写情书 真是气死我了 你是他妈 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 你凶什么凶 都是一个娘胎里出来的 怎么明里就这么懂事 你再看看他 把我的脸都丢尽了 要什么饭钱呢 都碰成猪了 少吃两顿 饿不死 装什么用功啊 靠这点分 还有点写作业 赶紧给我洗衣服去 站住 把王醒了再回 有什么让我洗 你 这还伤着呢 一会儿让玲玲洗行了 我才不洗呢 平时都用她洗 你 都不想洗是吧 那就谁也别洗了 就谁也别洗了 小莹 你脑都被摔傻了吗 所以 以后惹我之前 最好掂量着 懂了吗 我好饿 姐 你晚上没吃多少东西 饿了吧 这么晚了 你还没睡啊 我研究数学题呢 我帮你看看 姐 这题可是清北大学校长 联合几位教授和数学家 亲自出的 半年了 全国上下没人能解 你居然十分钟就解出来了 这有什么难的 可是你大学数学 不是才考各位数吗 想当年特工选拔 智商二百五以上都不养 区区大学数学 还不是小才一碟 哦 那是因为学校卷子太简单 我不信作罢了 姐 那你真是太厉害了 还有更厉害的呢 我说我能把你的腿治好 你信不信 真的 我不信 你连你自己肥都减不下来 怎么可能能治好我的腿 那你敢不敢跟我打赌 回学校之前 我一定能减肥成功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都碰成猪了 少吃两个 你弄死了 瞧你这种小胖子 也配喜欢西草 我怎么是当你这么 不要脸的玩意儿 姐 加油 姐 你们今天期末考试 记得去学校 还有 在学校里小心点 别要不及 差点忘了 学校里 还有需要解决的人呢 学校 是另一个 弱弱前世的小生犯 徐秉辰 一会儿去打球啊 好啊 乔颖真是不要脸 还敢给西草洗情书 他不知道徐明晨 看他的眼神不嫌弃 既然 占用了乔颖的身体 那么欺负过他的人 就必须给你 好漂亮 付出代价 乔颖都请假一个多月了 你们说他今天还来吗 期末考试缺考会不会退学的 他敢不来 那可不一定 他在西草徐明晨表白的事儿 闹得人尽皆知 他哪儿还有脸来学校 真是长得丑 想得美 烂蛤蟆想吃天鹅肉 嘘 来了来了 你们既然这么想我 那我当然要来和各位好好玩 这个大美女 是我姐 天哪 你是乔颖 怎么变得又说不漂亮了 乔颖 你疯啊 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我不过就是以其人之道 还至其人之身吧 你就是徐明晨 徐明晨 我 我喜欢你 能做我男朋友吗 诶 徐明晨 你可真倒霉啊 居然会说到乔颖做的情况 我原来长得帅又烦恼啊 真是被乔颖中人惦记 现在愿意做我男朋友了吗 我愿意 可是我不愿意了 现在的你 完全配不上现在的 我 我天 这么猛 三爷 刚才你说 这个女的学生救了你 我还不信 现在我信了 有意思 我还真是小看她了 那我们的人 还需要留下来保护她吗 不用了 我想亲自在云州 多待些时间 好 找找什么 快走快走 你哪个系的 赶紧出去 我们要考试 杨老师 我是乔颖啊 乔颖 哎呦 请个病假回来 打扮得花枝招展的 学习你可是一点不上心啊 你知不知道 挂科三门 可是要被退学的 放心老师 我今天绝不可能挂科 哎呦 你数学什么水平 我还不清楚吗 你要是能通过 这卷子我吃了都行 真是摔到脑袋摔傻了 以为自己能草包 变天才吗 真没想到 我姐居然是 深藏不落的天才 连这么难的题 都做得出来 这么短的时间 就有三百多条回复 我姐要过了 对了 清北大学的校长 曾亲口说过 如果有谁 能把事当题做出来 清北大学就能直接 全额奖学金特招 我姐可以转进 清北大学了 我也赶紧去学校找他 张校长 你老提 做出来了 什么 哪个系的 叫什么名字 不是咱们学校的 我们用了所有手段 插到了帖子IP 来自云州 是一名叫乔义的 高中生法的 高中生 没错 干嘛呀 你个数学新兴 就要冉冉升起你了 快 北希 去云州 我来的高杰教授的 支撑待遇 考试正式开始 各位考生 注意考场纪律 你为别说并好看吗 脑袋也能跟着变灵光吗 让你这赶紧出来 还不是对我们的信 我做完了 哎 乔姚 这才刚开考十分钟 你开什么玩笑 穿不下去了 这是打算交白卷的 胡乱写一通 就算写完了是吧 就冲你这个态度啊 你就不配做我们学校的学生 老师 你要不要改一下我的试卷再说 乔姚 你胆子也太大了 居然敢作弊 作弊 你有证据吗 你什么水平我不知道呀 这卷子上面答案居然全对 这根本不是你自己能做出来的 我教书这么多年 见过这么多作弊的学生 像你这样作了弊 还敢当堂质问老师的 我还是第一次见 乔姚 你可真是勇气可佳呀 说了这么多还是没有证据 单以偏见给学生定罪 我看你这个老师是当到头了 闭嘴 居然敢这么说我 你这不是抄的 也是你偷提背的答案 我没有 你说没有就没有 谁给你作证 我 我可以为他证明 你是谁怎么进来的 这是学校不是菜市场 是你 你怎么来了 你帮了我的忙 我当然也要帮你 他在也好 省得我亲自动手 随意诬陷诡谤学生 乔姻做的没错 你这个老师也算是做的好了 我说的有错吗 乔姻上次模拟考才考了五分 这次怎么可能满分 既然他没有证据证明 自己没有偷提背答案 那不就是确有其事吗 我作为老师 开除他也不为过 给 试卷和答案是你半小时前 亲自拿回办公室 这半小时内 根本没有人进过办公室 试问乔姻是怎么偷的答案 秦妍 给交易局打电话 立刻把他从教师系统出面 是 我们走 站住 你们是谁 你没有必要知道我是谁 你只需要知道 我有这个资格处置你 不可能 乔姻家没权没势 怎么可能认识大人 我知道了 你是乔姻请来的演员 你们演戏耍我的 好啊乔姻 你不但作弊 你还联合社会人员 打击报复老师 我今天就替你爸妈好好教训教训你 不知悔改 殴打学生 我看你不配做老师 乔姻你竟然敢打老师 感觉他像没有一个人一样 你们这个白的吵什么 哎呦王校长 这位学生联合校外社会人员 那我是该打人 那你还不叫保安 保安 等一下 你是校长 是我 那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怎么会知道你是谁 我姓秦 跟我有什么关系 这可不是江城 这种小破地方 谁会想到你是秦家人 那你怎么不问问他做了什么 刘老师 你说说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这个学生作弊 还不承认 我再说一遍 我没有 监控都看过 还有什么好怀疑的 既然你说你没有偷提被答案 那你平时只能考各位 今天怎么会考满分呢 难不成 你跌下楼梯 才摔出个天才来了 我姐本来就是天才 我姐本来就是天才 你又是谁 乔义 他怎么来了 姐 你做出的那道数学题 我上传到清北大学的论坛 也是立马就火了 清北校长说过 只要能做出来这道题 无论什么身份都能得到清北的抓招资格 姐 你好没特招进清北大学了 数学题 那道数学题你做出来了 什么数学题 不会是清北大学 联合各方教授数学家 拜年起初的那道题吧 那几百年内无人能解 你是怎么做出来的 很简单啊 十分钟就做出来 怎么可能 十分钟 给我看看 不可能 我就是乔义的数学老师 他什么水屁我最清楚 你写的什么乱七八糟 王校长 以我对乔义的了解 他绝对做不出来 住手 乔义 我看你为了掩饰作弊 还能有什么法照 请问乔义在这里吗 你又是谁 你们好 我是清北大学校长张初雍 招校场大驾 惯临有失愿意 你刚刚说 要找哪位同学 是一位叫乔义的高中生 我去过他家里 但他邻居说 他匆忙出门 来了云州的 这只 是我 论坛那道题是你解开的 真是少年天才 不不不 那是我姐乔莹姐出来的 我只是帮忙上船了一下 想不到 小小的云州大学 居然是藏龙卧虎之地 秦 三爷 您怎么也来了 和您一样 为他而来 他就是秦家家主秦晗玉 你竟然要什么 秦三爷 你难道是京城那位 王校长 这人是什么来的 你快闭嘴吧你 新北大学的校长都来了 难道乔莹真的变聪明了 乔同学 那道题真的是你做出来的 张校长 你们是不是考错了呀 这乔莹他平时数学 只能考各位数 这么难的题 他怎么可能做得出来 而且还大言不惭地说 十分钟就解出来了 这根本不可能 什么 十分钟 没错 我亲眼看着我姐 把这道题解出来的 只用了十分钟 乔同学 等我看一下 那可解题过程的原件了 不巧 你来晚了 这 这 这怎么是谁干的 赵校长 不能听乔莹的一言 这次就相信他呀 说不定他是懵的 胡乱编的呢 对呀 不可能 这六张曹高纸 传道论坛的第一时间 我就组织清北大学 所有数学系教授验证过了 你是在质疑我们 清北大学的能力吗 不是不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 秦先生 你也是我们 清北大学数学系的 优秀毕业生 你应该明白 这道题的解法 是多么的巧妙 的确 我刚刚看了一下 的确是最优积 不 这六叶痴 并非最优积 这才是这道题的 最优积 这竟然只有 用的是科尔西斯房产 变种解法 用这个思路 居然只有这么简单 知识数学天才 是啊 王校长 看到了吗 我要将乔影的学籍 转到我们清北大学去 好 这是我们云州大学的荣幸啊 乔同学 你愿意吗 有这么失德败坏的老师 这云州大学不单也罢 把这个为师不损 败坏以校服的人 给我带走 校长 校长 给我带出去 你们云州大学 要再出这样的事 我看你这个校长 就不要干了 是是 萧同学 我们清北大学 以赵寿的身份正式聘请你 另外 住房和户口会给你安排 你还满意吗 你的家人 是否也一定带到江城去 小叶 你不是一直想考清北大学吗 萧同学 明年高考了 我们清北大学 决定以前录取你 不用了 姐 我打算靠自己 考进清北大学 好 有志气 清北大学 期待你明年报考 小同学 你看其他家人呢 他们 不用了 他们不重要 好 等一下 校长 我还有一件事情 没有解决 不知道学校对霸凌者 是怎么处置 什么 霸凌 什么霸凌者 我们那时 跟你闹着玩呢 你都上清北了 就别和我们计较了吧 你这话说的有意思 我考上清北大学 难不成是你的功能 要不要计较 是我这个受害者说了算 你这个加害者 有什么资格决定 你有证据吗 不承认是吧 那我把所有监控都掉 慢慢的 不用那么麻烦 你 对我说什么 我怎么想都停不在了 丑同学 这是 点让她的笑续而已 没什么大问题 我说 我说 我们 披着泰河头发 在她的椅子上 捅脚水 我们就是看条影 有胖有胸 听见了吧 在我云州大学 居然还有这种事情发生 你最好是不知道 而不是恶意纵容 张教掌 新先生 我是真不知情啊 倒一定会严肃处理 所以我参与霸凌的同学 一律经过处分 张北培 你带头霸凌 清洁恶劣 从前天开始 你被云州大学开除了 你刚才用的是什么手段 一点小把戏啊 怎么 你觉得我是个恶毒的女人 那是她们自作自受 请吧 小同学 我现在送你去学校报道 这不太合适吧 您可是堂堂荆州 秦家家主 秦三爷 秦晗月 我救了你 一千万围款 可别忘了 没想到重生如此 居然误打误撞 又救了她 但既然决定了过一次轻松的人生 那还是不要暴露身份也好 我就是个普通人 就不劳加您了 乔宜 你可不是普通人 我哪里不普通 你可是化国万中无一的青年天才 那老题真的很难 我刚刚也看了一下 我就知道 他还没那个本事识破我的身份 怎么说 你现在也是清北大学的学生 论起来 我也算是你的师哥 宗尼城无所谓的 更何况 你救了我的命 你想要我们秦家 为你做什么 都可以 真的吗 你秦三爷的人情 不用白不用 给我去个地方 请 霍元卡 什么 这就是百草真方 没错吧 全华国最大的中医药集团 核心业务 只有会员才能接触得到 你要去看病吗 不是我 是给我弟弟之腿 那我陪你去 不需要 我又不是小孩子 干什么都要人陪 是我想和你一起 秦三爷说这么暧昧的话 怕不是想追我吧 对啊 可以吗 不好意思 继续 你继续 三爷 你是不是对乔小琪 对啊 她很特别 是因为她救了你吗 不 因为她不怕 秦妍 在我这个位置的时候 我很孤独 管人一听到秦家 秦三爷的名号 都会自动把我 化为另一个世界的人 可是她不会 我想我以后 应该不用再做 一个孤独的人 那乔小姐的意思 到底能不能追啊 她没有拒绝 就是默认 这样我要是不追 那可就太说不过去 活了两世 倒是和百草 争方云分不起 听说你们这里 是全国最好的 中医馆 这两颗人参 瘦不瘦 莫非是两百年的老山神 多少钱 这东西我不需要 也不差钱 如果你要的话 就给你 但我有个条件 必须免费提供 给需要的人 绝不能为了赚钱 卖给有钱人 当补品 小小年纪 如此心怀大意 好 劳夫切记 绝不辜负 你好 是看病还是抓药啊 抓药 这药 恐怕你抓不起 我既然来这儿 尽管告诉我 要多少钱就好 这药方上写着两百年的野山神 你知道有多稀有 多珍贵吗 一千五百万一根 怎么样 钱贷够了吗 一千五百万 是百药真方明老订的价 还是你订的 你别管谁订的价 这药 就值这个钱 这事你说了不算 我要见明老 我说小姑娘 你什么意思 你是在质疑 我卖的东西有问题 我觉得你这个人有问题 敢造百药真方的事 来人 给我偷出去 慢着 秦三爷 没想到您大驾光临必电 你怎么来了 我来追你啊 这不是摆得刚刚好吗 看来刷卡没有秦三爷 刷脸好使 有你这样的学徒 但我看是百草真方的日子 过得太好 是我冒犯了 是我冒犯了 你确实是冒 停了 你这百草真方的好徒弟 是该好好教训教训 三爷 我再也不敢了 三爷 秦三爷 是真巧啊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百草真方致命救人 不论高低贵贱 你拜高彩低 目中无人 真给我丢脸 师父 我这 我知道错了 秦三爷 都是徒弟不懂事 冲撞了您的女 普通朋友 冲撞了你的普通朋友 乔小姐 烦您给个面子 以后我必定好好管教他 下不为例 就是秦三爷的小情人 真是公正人 张校长 真是头风发作 是啊 脑毛病了 乔小姐 你只看一眼 就知道张校长的病了 莫非也懂医术 朋友交过 月斗一二 那我真是现丑了 明老何出此言 我这头风多年 要不是你帮忙 怎么能得到缓解呢 不过 这有几针 下错了 你说什么 张校长 让我试试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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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在乌林的寻共十三针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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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 三 二 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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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神奇啊 我的头不痛啊 这是神清气爽啊 没想到江湖上失传的寻凤十三针 老头子今天居然有幸一见了 乔同学 能否请你到我们医学院 像你的医术 传授一样 乔小姐 我老头子 愿意拜你为师 请你把旋凤十三针传授给我 嗨 我就是和朋友随便学的 旋凤十三针 乃是古迹洗髓路中的诗传绝学 我学了一辈子 犯了无数的书也没学会 谁知道能一学就学会啊 当年我也就看了一遍书 没想到这么能学 既然是治病救人 我肯定会倾囊相授 但是 能不能学会 学得会几分 这我就管不了了 哈 没关系没关系 我现在 就去我清北医学院 跟院长说一说 专门为你举办一场 讲座传授 到时候给我留个座位 我也去见见世面 乔小姐 千万不要反悔啊 乔小姐 今天不是要来抓药吗 老夫这竟去亲自给你抓药 等等 你们百草真方的药 我可是买不起 什么意思 哪位药啊 两百年的野山参 我跟你说多少次 那两盒野山参是救急用的 如果有人需要免费赠送 你怎么敢拿去卖了 哎呀师父 是我一时鬼迷心窍 我再也不敢了 免费提供 您的徒儿可是要一千五百万一根 你这个逆徒 截止把我的脸全丢尽了 对 我的野山参呢 我明明放了野山参在里面 怎么成了两个普通神呢 是我一时鬼迷心窍 我该死 你打我吧 你骂我 到底怎么回事 你给我说清楚 两年前 江城来了为贵人求药 我便卖给他了 师父 那两个野山参 百年难选 你要是免费送出去 人家肯定不会珍惜 既然有贵人想要 咱们适当的收些药钱 这不也是天经第一的吗 混蛋 防一防夹贼难防 你真是糊涂 师父 我该死 我混蛋 我该死 师父 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 你打也打了 骂也骂了 我真知道错了 我来百草针锋十年了 我没有功劳 我有苦劳啊 滚 说这百草针锋 没有你这个徒弟 给我滚 等一下 偷窃药材 蒙骗病人 要是以后在外面 仗着百草针锋的名号 到处行医敛财 败坏百草针锋百年名号 你老该怎么办 手拿来 师父 师父 不要啊 师父 不断你医术 从今以后 你就不能行医了 从此以后 不要说是百草针锋的人 让我们别的活干吧 小丫头 欠住你了 这已经是我们店里最好的人身了 真是对不住了 今天让乔小姐和秦三爷看了笑话 没事 就是要笑查点 多花点时间 嗯 走吧 听说你们这里是全国最好的中医馆 这两个人身受不受 哎呀 算了 一定是老夫多详啊 秦先生这是要跟我到什么时候 确定要追我吗 对啊 这还不够明显吧 我只是想过安稳日子的普通人 不想和你们这些神秘的大家族扯上关系 智商抄群 还懂医书的普通人 乔影 据我所知 玄凤十三针 这世上只有一个人归 不想 那个人我见过 他跟你一样的年轻人 和你一样漂亮 甚至名字都相似 或者说 你一人吗 对吗 是你吗 血影 我一直在找你 秦先生请你自重 以你的身份 应该很轻易就能查到我的身世 我就是一个普通女大学生 这些都只是巧合而已 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巧合 血影 巧影 你们两个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抱歉 可能是我唐图了 只是你跟他 真的很像 秦先生的意思是 我很有做替身的潜质 也对 像你们这些豪门总裁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癖 不是 你误会了 哎 今天的事情就当没发生过 秦先生 就此别过吧 三爷 不追吗 是我冒犯了他 他这种人应该不喜欢别人缠着他 走吧 臭丫头 臭丫头 我的遗弃 为什么要好过 小心 小心 撞死 天悲 三爷 快报警 秦安月 秦安月 送回蓝山别墅 你 还装 这都不行 这腹肌 手感不错啊 如果你再不行 我就拿针扎你了 嗯 没良心的 还不是为了救你受伤 你还要拿针扎我 要是你不这么早冲出来 我还能更快制服他 我 伤口好痛 别走 小颖 谢谢你 又救了我一次 秦三爷 我和他到底有多像 能让你如此着迷 你误会了 我绝对没有把你当做提神的意思 只是见了你 让我想起了那个悬凤十三针 据说世间只有他能救我爹的命 这是什么病 这么凶险 这个病明老爷束手无策 今天我看你试针的时候 真的很激动 我觉得我父亲有救了 你说什么 你没了 爷爷 爷爷 阿圣 看来老头子这次真的要大陷将至了 秦家家主之位 马上就是我们牧子的了 只要老头子还活着 三叔的家主之位就无可汗的 可明明我才是秦家的嫡长孙 他只不过比我大八岁 这秦家家主之位 早该交到我手里了 好 韩月你来了 快来见你父亲最后一面吧 闭嘴吧我爸还没死呢 老爷子这不是生病 是中毒 那能解吗 虽说不想到我生子 可也不能见死不救 我有十分吧 好 你要干什么 救人 秦韩月 他不会是你的小情人吧 你带你的小情人过来捣乱 是何居心 我可以打人吗 爸 你醒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还不快滚 这位姑娘是 我是 阿月 你终于开窍了 这就是我儿媳妇 秦家未来主母啊 快 让我来看看 不是 我爸刚大病出院 你就当猴猴的 我 秦老爷子 您身体没有什么不适吧 爸 就是他非能治好的 没什么不舒服的 我儿媳妇真是有本事 小子以后可得好好对待人去 好好好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好好休息 那我们走吧 我们秦家又欠你一个人情 是两个 治病救人 占我便宜 你说几个就几个 反正我欠你的 这辈子都还不完了 还是先去查查 这毒是谁下的吧 你觉得会不会是秦盛 和我大嫂 和之商不像 这毒很刁钻 一般人接触不到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乔颖 你到底是谁 秦寒月 你在玩虎 从来没有人敢这样直呼我的名字 除了我爸 你是第一个 我说过 我就是乔颖 不是其他任何一个人 我知道 那个人叫血影 名字跟你很像 国际第一女特工 工人的天才少 不仅颜值智商都是顶级 且要赌双修 既是杀人的恶魔 又是慈悲的天使 他救过我 我想找到他 也只是想当面表达感谢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翘影 我从来没有把你当作提示 我见过他 你和他不一样 你有你的家庭 有你的人生 这些都是我亲眼看见的 所以呢 我不是那种 会拿完美观想 慰藉我自己的人 我只在乎我亲眼看见 亲耳听到 能够处活到的 真真实实的人 就像现在在我身边 认识了你 几次散发试探你 是我不合 对不起 我保证以后不会再用了 所以 你可以再给我自己用了 想让我原谅 没这么容易 秦三爷 接下来就要看你怎么表现了 你看 这不是秦哥哥的车吗 来 秦三爷 我可不想在开学第一天就出名了 这样 那你把手机给我 干嘛 想求你原谅 想追求你 当然得有诚意 我手机24小时开机 在江城要是遇到麻烦 随时给我打电话 从我们认识到现在 好像都是我在救你吧 打电话给你这个功夫 我早就自己解决了 你呀 还是好好养伤吧 多谢乔乔姐的关心 一定仅尊一种 还有 你不需要像他们一样叫我三爷 就叫我秦寒月吧 又或者说 叫我寒月 我也是可以的 好 走了 阿师姐 怎么会从井哥哥的车上下来 走吗三爷 再等一下 三爷 您今天要追求乔小姐 为什么不告诉她您的真实身份呢 论武力 除了那个神龙剑手不剑尾的血影小姐 没有人能和您抗衡 我想这个条件 没有任何人会拒绝的 不 她不一样 虽然我还不了解她 但我觉得她应该不在乎这些东西 那乔小姐会在乎什么呀 我也不知道 但她起码给了我了解她的机会 或许很快 就可以知道了 清北大学真够大的 学校公寓都要找半天 站住 我让你站住 你没听见吗 你是谁 我叫苏清雨 如果你认识秦寒月 就应该知道我的名字 浩世有几分自私 不认识 让开 别着急走啊 现在不认识 你就不想知道我是谁吗 放手 我第一天来学校 不想动手 第一天来 多新鲜啊 大学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吗 你不会是求着秦哥哥把你塞进来的吧 说 你在她身上下了多少功夫 站住 我就不信你知道我的身份之后 还敢对我这么放肆 那你倒是说说 你是什么身份 我可是秦寒月的未婚妻 哦 关我屁事 那不是咱们的苏大笑话吗 人家马上要计身秦夫人了 倒是那个同学 没怎么见过的 敢惹苏大笑话 真是不知好歹 听见了吗 秦哥哥只会和我结婚 我知道 作为未来秦家的主母 以后肯定会碰到很多像你这样阴阴厌厌的 就你梦想 供应秦寒月 飞上枝头鞭凤王 但我警告你 趁早死刑 不然你会死得很难看 明白了 这是把自己当大了 当我当信三 喂 秦寒月 你大方 你未婚妻在这里给我发神经 你赶紧过来处理一下 我对忍耐是有限度的 未婚妻 不可能 想告状 你不知道每天秦哥哥有多忙 还望想他会管你 是吗 我看他挺闲的 天天粘着我 你 他不过是图一时新鲜吧 像你这样来路不明的丫头 别妄想他会爱上 怎么回事 苏大孝花 这是遇到秦迪了 我刚刚看到这个女生 从秦家的车上下来 秦三也不会是有心怀了吧 难不成秦家和苏家的婚约取消了 秦家和苏家的婚约不会取消 整个乡城能配得上秦家的 只有我们苏姐 这个女人 不过是贪母虚荣不知廉耻的第三者 你 你敢打我 打的就是你 我要杀了你 我的天 那不是江城神龙剑手部下里的秦三爷吗 他居然 真的把秦三爷叫来了 怎么样 你没事吧 秦寒月 你解释一下 有外婚妻还来招人我 是嫌自己命太长了 他居然敢直呼秦三爷的名字 这么跟秦三爷说话 也太大胆了吧 你是谁 怎么回事 他不是和苏清瑜有婚约吗 江城苏家二小姐 苏清瑜 我什么时候和你有婚约了 你解释一下 秦哥哥 你忘了 婚约是秦家伯母在世时跟苏家定下的 我记得当时这个婚约定的是和你们苏家大小姐的 你们苏家大小姐早早就要这 这婚约早就不做数了 怎么 谁告诉你顺位调剂了 我 而且我母亲已经去世十年 就算她在世 也会尊重我的选择 我和谁在一起我自己说了算 可是 没有可是 我不知道你在外面传些什么样的谣言 我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 我告诉你 苏家和秦家以后也不会有任何关系 听懂吧 走 原来婚约只是苏清瑜的一面之词啊 敢造秦三爷的谣也太大胆了吧 对啊 怪不得秦三爷根本就没有跟他在一起过 原来秦三爷根本就不知道这回事 你们今天谁敢把事情说出去 我们苏家一定了不了他 贱人 虽然不知道你有什么手段迷住了秦三爷 但我一定不会让你得逞 这房子也太小了 还是楼梯房 要不我在这附近给你买套大房子 钱没地方花 就去做慈善 我觉得这里环境挺好 而且上课也很方便 你还需要上课吗 我要给医学院上课 而且张校长把我课表都安排好了 哦 对对对 我忘记了 那个苏孝花还挺漂亮 你刚刚那么让他没面子 舍得吗 我发誓我跟他没有任何的关系 至于婚约早就是些陈年旧事 我没想到他在学校会那样炫养 估计蹭着秦家的名号 得了不少好处吧 你这么紧张干嘛 搞得好像我在查稿似的 因为我对你是认真的 所以我不想你误会 你怎么了 估计刚才搬心理箱的时候 伤口崩开了 你在想什么 我想 这一刻是永恒就好了 我可以亲你吗 我还以为你至少会打我一个耳光 如果你还不走 那我就考虑如你所愿 嗯 那你好好休息吧 我就不打扰了 呃 对了 过几天是张校长的寿宴 他很希望你的赏光 嗯 知道了 那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吗 嗯 看心情 胡闹 本来秦家顾念着大小姐早要的事 给咱苏家留了面子 从来不主动提出要结出婚约的事 可你 在外头大肆圈养 把两家仅剩的情依全好尽了 可是那个女人太过分了 从小到大 我爸都没打过我 再放肆 那也是秦三爷的人 等他玩腻了 不照样还是该扔九扇 不管怎么样 就好好给人道个歉 秦家的关系不能就此断了 你 爸 你先消息 我一定好好教训秦鱼 会把这个事处理好的 要不是一直婚约 让咱们苏家能背靠秦家这棵大树 江城哪有咱苏家一席之地啊 如果大哥的孩子还活着 怎么苏家的大小姐还在的话 这婚约有可能真的成真 早孽啊 现在世人认为 大小姐已经死了 可是咱们自己知道 这孩子不是夭折 是失踪啊 大哥大嫂也是一队苦命人 哎呀都怪我 怪我当时和你妈极力反对这桩婚事 潘青爸爸 我会一直努力寻找他们母女俩 无论是生是死 我一定会给大哥一个交代 我对不起老大 现在婚约的事闹成这个样子 哎呀报应啊 爸 您就不要自责了 再过几天张校长收业 我一定亲自带着清语 给秦三爷道歉 挽留 我们苏家 和他们请家的情谊 记得三年前 我以血影的身份 在这家店留了一块白玉原石做玉佩 今天刚好娶了 给张校长做寿女 您好 您就是乔小姐吧 您就是替那个客人取货的 嗯 她不方便出面 交由我全权负责 既然是替那位客人取货的 那您是我的贵客 这儿的东西您可以随便拿 那块白玉佩 我已经拆人去取了 您稍等片刻 你家的品位 还是一如既往的低调 大英英于世嘛 这个 这是前几天 刚从缅甸运回来的 上等正阳绿飞翠 嗯 成色不错 这东西我要了 怎么又是您 苏小姐 这么不巧 这玉我要了 苏小姐 这位客人正在看 您 请稍等片刻 她看 你看她这样买得起吗 这玉两千八百万 你要是想跟我争 是不是还得先舔着脸 问秦三爷要钱呢 二千八百万而已 你觉得她会舍不得给我 这姑娘居然和秦三爷有关系 果然来头不小啊 那我加五百万 你想要的东西 我偏不会让你如愿 店长 我出三千三百万 把这块玉给我包了 四千万 哦 真当秦三爷是你的提款机啊 我出五千五百万 六千万 六千五百万 七千万 乔颖 你在这叫价 要是拿不出钱来 你就等着慢身抵战了 我出八千万 等你问秦三爷要钱的时候 她就该看清你半斤捞你的真面 既然苏小姐想要 那不赶紧去帮苏小姐包起来 你什么意思啊 价高者得 你赢了 八千万 拿钱吧 乔颖 你耍我 你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 对啊 我今天出门只带了五十块钱打车 你 你们何行伙来骗我 林玉轩什么时候 需要用演员来抬价了 这钱是你自己家的 怎么 买不起起来账 你以为谁都跟你啊 没钱还装大款呢 我告诉你 就算把整个店都包下了 我苏静语眉头都不会皱一下 没有人拦你 不好意思 这上面显示余额不足 你等着 喂爸 给我打一个亿 我要买东西 苏静语 关于的事还没摆平 你又在搞什么 怎么讲呢 还有几个亿可以够你挥霍 乔小姐 您的玉配 谢谢 不可能 这么好的玉 他怎么可能买得起 买 这块玉的原石都是我提供的 忘了说了 你刚刚叫出的八千万 连这个玉的边角料都买不起 苏小姐 您那八千万什么时候接亲 张校长的寿宴就在这儿吧 小姐 里面是高贵格宴会 您穿成这样不合适吧 秦 秦三爷 现在合适了吗 现在合适了吗 合适 合适 去 走 送你一样好东西 给我的 我就知道你会穿成这个样子 特地为你准备的 所以 你算准了在门口读我是吧 恋爱当中主动出击 是南方的美好品德 我挑了很久 一直很想看你穿礼服的样子 一定特别美 可是 穿上这个 我可就打不了价了 那如果遇到危险的时候 你可以站在我身后 你 保护得了我 我愿意用我的生命保护你 这么美的东西 前世不属于我 秦寒渊 这一世 你会是那个和我携手并肩的人吗 校长爷爷好 好好好 张校长 恭贺恭贺啊 请你在学校 沉默您的照顾 哎呀 哪里哪里 恭贺 恭贺山要长 恭贺山要长 谢谢 谢谢诸位 今天请三爷一定会来 说不准那个姑娘也会一起来 您该在我身边 不要脸小话 哎呀 知道了知道了 什么 让你们找的人有消息了 秦月 我临时有点事情 你记住 见到秦三爷和那姑娘 你一定要好好道歉 知道了吗 知道了 秦三爷到 哇 天哪 那女孩也太漂亮了 和秦三爷简直是绝部 对 不是说苏孝花才是秦三爷的未婚妻吗 你消息也太友好了 那都是苏孝花自己一厢情愿 前几天秦三爷已经大召成亲了 啊 那苏孝花也太丢人了 哼 哎呀 狼才女貌呀 可算把你们等来了 时间仓促 这是给校长准备的寿礼 你有心了 哈哈哈哈 这 这东西太贵重了 我可不能收啊 这东西著名 还对您的头疼有帮助 我用不上 好好好 呀 这汉白玉的底色 世间罕见呐 至少值几个亿吧 哼 能从三爷手里拿到这么值钱的东西 不过是以色试人吧 哼 哦 两位 里面请 给诸位总终介绍一下 这位便是破解我们论坛数学题的天才 我见识他 你太厉害了吧 也是我本次寿宴最重要的贵宾 乔颖同学 好好好 好好好 论坛上那个数学天才 居然真的是他 目前 导颖同学 已经以教授待遇 正式成为我们清北大学的一员 这是我们清北大学的荣幸 好 好好好 哼 苏小姐这是对我不满 还是对校长不满 我哪敢 也是 平日里苏小姐对校长很是敬重 今日在林玉轩 竟好至八千万给张校长买寿领了 八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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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诶 诶 苏小姐没送吗 我觉得那个翡翠款式最适合送校长了 什么翡翠 啊 这 我这不是见到校长爷爷太开心了吗 怕这事给忘了 诶 幸运有心了 这八千万的玉佩 定是非凡之物啊 苏小姐不会被骗了吧 这翡翠看成色最多也就这三千万啊 是 是 被骗了吧 校长爷爷 这个翡翠看起来平平无奇 但可是我特地找普陀斯大师开口光的 能逢修画截 哦 原来是这样啊 轻语的心意到了 我也很开心嘛 林玉轩得了钱 张校长拿了寿领 而我看了好戏 只有苏轻语受伤的世界达成了 笑什么呢 校母人偷鸡固城十八米 陪了夫人又得兵 什么 什么 张校长 发生什么时候 哎 学校好不容易聘请了国外金牌律师 要来学校里开讲座 我们前期宣传费都花出去了 结果那律师出了车祸 现在正在抢救呢 啊 这结果没办法了吗 师傅怎么办 校长爷爷 这有什么难的 我们苏家在国外也有一些人派 大不了再请个嘛 这事儿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这个金牌律师级别很高的 来自国外著名的华人律师团 承新律所 我也是磨了大半年时间 才好不容易申请到这个机会的 承新律所 这不是成静岩开的吗 这很简单啊 直接把成静岩给了 你怎么找来 人家什么神色啊 小同学 你就不要开玩笑了 小影 你要不要听听你们再说些什么 找他来讲个课很难吗 成静岩可是全球文明的天才律师 光律师费就要八位数起 你知道请他来做一次奖座要多少钱吗 把清美大学卖了都付不起 是啊 就是啊 我是说过你 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但这个我真办不到 当年我想请他来负责秦氏集团的法务 都给你拒绝了 不用你请 我打个电话叫他过来不就好了 就 以为自己多大面子呢 还打个电话就把人叫来 乡下人就是乡下人 这咋不在 闻好你的嘴 你本来就是乡下人啊 装什么装啊 校长爷爷你别听他胡说 他就是个解数学题的而已 他怎么知道陈律师是什么身份地位嘛 那我要是真把他找来呢 你要是真能把陈静言请来讲课 别说是来讲课 你就把他请到这儿来 我都跪下来叫你爹 你不配 我看你是做不到吧 做不到就别瞎说什么大话 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要赌 那就换点更实在的赌注 乔颖你这是在自找死路 好了好了 这是学校能够解决的 你们两个就不要再吵了 都是同学嘛 不要伤了和气 不行校长爷爷 既然乔颖这么自不量力 我就让他知道后果 我本来也不想在校长的寿宴上与你纠缠 但你非要针对我 那我必须奉陪到底 你还真是装上瘾啊 乔颖 行你要赌什么 我也奉陪 就怕你赌输了 不认证 直接点十个亿 十个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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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拿不出来 苏家不是靠着和秦家的婚约 拿了不少好处赚了不少钱吗 我 你想多了 十个亿而已 不算什么 更何况就不信你能做得到 行 别后悔 但你要是赌输了 就给我当着全校的面 学狗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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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新宇 你不要太过分 秦哥哥 我只是想让你看清楚 这个女人 根本不值得你这么护着她 不用她护着我 我自己可以做她 喂 喂 哪位 是我 你是 程静妍 知道你这个电话还敢这么跟你说话的 还有第二个人 是你啊 可我查到你已经 没错是我 我现在在江城清北大学 方便过来一趟吗 我在东京 等着我 现在就过去找你 好 谁姓啊 说话奇奇怪怪的 我看是演员吧 江城到东京只要四个小时 不信的话四个小时以后见 校长 我觉得学校可以准备一下迎接程律师了 好好好 这真是太好了 你什么时候又和程静妍认识了 你竟然问我 我只能说 机缘巧合吧 好 不想说就不说 反正你身上的秘密也不止这一个 我们算固有 很重要的朋友 固有 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先去接他了 你这一次怎么不跟着我了 固有见面这么重要的场合 我想你应该不愿意我打扰 而且我怕看见你们在一起 我会极度的封定 董事 你看见了吗 学校论坛都传封了 乔颖和苏大小花打了赌 乔颖说居然要把陈静妍带过来 陈静妍 那可是我们法学系摩拜的大神 那几年能见他活的了 他不请要来 而且还要跟我们看讲座 听说苏大小花赌了十个亿 就赌乔颖能不能把他请过来 看 那就是乔颖 怪不得敢和苏大小花叫板 和他比起来 感觉苏大小花这小花头衔 都有点名不符实 你说他跟程静妍是什么关系 这边 程静妍 程静妍 在哪 好痛 李克 我现在是不是变了很多 这是怎么回事 灵魂重生 很生气吧 我是律师 是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 那看来你的信仰要崩塌了 没关系 你还回来就好 三爷 我们现在怎么办 去通知苏家 让他们把十个亿准备好 你给我解释清楚 是到底怎么回事 爸 你吼我干嘛 我让你好好跟那姑娘道歉 你呢 直接和他打赌 那当时秦三爷也没帮他呀 我看他们根本就没什么 爸 你就是想多了 你说什么 那个姑娘没有找秦三爷帮忙 他自己把程律师请来的 他当时就是随便打了个电话 谁知道是打给谁的 那你有没有想过 程律师 那是连秦三爷都请不到的人物 那个姑娘能请来 那岂不是比秦三爷还厉害 是秦三爷上凯着潘腐那姑娘都说不定 不可能 爸 我都打听过了 那乔颖就是个从云州来的乡下人 根本没什么背景 那你也不能用十个亿去打赌 那可是十个亿 爸 你放心吧 乔颖一定会输的 你就等着 看着他围着学校学狗爬吧 胡闹 不行 你得跟我去学校解除赌约 凭什么 我才不去呢 他那么欺负我 我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 你 请问 赛爷那边有何吩咐 苏总 十个亿准备好了吗 什么 陈律师已经到学校了 什么 不可能 怎么会呢 苏小姐不信的话 可以亲自来学校看看 不 你 苏大小花 十个亿什么时候就清 我还以为你已经死了 都开始策划给你报仇了 很神奇的吧 我也觉得不可思议 过去的事就不提了 你现在怎么样 过得还开心吗 逃离了打打杀杀的生活 感觉还挺神奇的 所以你叫我来 只是为了讲个课 赚个课时费 还能见我一面 都划算 要不要跟我一起去欧洲 我在爱情还有个庄园 不用了 我在这里有自己的朋友家人 过得还挺开心的 朋友 男性朋友还是女性朋友 你这么一说 我倒是很好奇 是什么样的人 能在你重生的三个月之内 让你把他当作朋友 一个生意人罢了 生意人 你之前不是一直很讨厌 生意人身上的铜臭味吗 怎么 转型了 他身上的铜臭味 还挺好闻的 你喜欢 为什么不是问诀 直觉 老大 那有个美女 小美女 酒量不错 要不陪哥几个喝一个 哥高兴了 今天晚上你的酒 我买单 小美女 怎么不理我呀 可又不是坏人 就想跟你交个朋友 朋友 说话就说话 别动手动脚 老子跟他说话 有你什么事 谁去了赶紧我滚一边去 戏狗 让我滚 大哥你没事吧 倒霉的 说谁不好 偏偏惹上咱们江城殿下的黑道太子爷 兄弟 哪条道儿混的 听说 现在的男人都喜欢打扮成精英人士 来酒吧钓妹子 你这穿的挺像样 干房地产的 还是干销售的 普通律师罢了 哈哈哈哈 哎呀 缘分哪 老子换道上的 就喜欢你们律师 哎大律师啊 你给我科普科普 我把你拉出去打一顿 然后再让这小美女陪我睡一晚 我得判个什么罪啊 不判刑 怎么了 怂了 现在知道怕了 晚了 你跟谁装不好 跟老子装 哎 有点丑 是你动手还是我动 我来吧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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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我偷出去打一顿 再让他陪你睡一觉 都不会盼心 因为你不会有这个机会 你 你给我等着 有种别跑 老子叫人回来 非弄死你不可 那你动作得快点 我们会的差不多了 没空等你探索 好 有种 不怕死是吧 给老子等着 起来 给我走 程律师 你们还是赶紧走吧 这伙人是青龙帮的 在江城 没有人改成青龙帮对着赶 这不是巧了吗 之前扫黑除恶 青龙帮不是就已经洗白了 是啊 听你的 早改成青龙治安管理小组了 看来山高皇帝远 管控不到位啊 于四 江城分堂这边你管试试吧 我在递好酒吧 让你手下的人堵了 过来 马上处理好 丢人 大哥 就是他们 这个男的 是个律师 有俩瞎子 律师 换了这么久 还没有砍过律师 我倒是看看 你有多大本事 稍等五分钟 什么 你认识于四吗 什么于四于五的 给我杀 给我出手 堂主 您怎么来了 我八蛋 吓了你的狗野 姐动手动脑太子爷脱伤了 心灵差什么事 什么的 太子爷 少爷您受伤了吗 解释一下吧 这些人怎么回事 四哥 这是包会信来的 还不懂规矩 他不懂规矩 你也不懂规矩 今天少爷少了一根毫毛 你们几个砸碎 有几个脑袋给我赔 四哥饶命 太子爷饶命 是我眼下 我再也不敢了 平堂主统治 他给我拖下去 背道双手 至于你 等我今晚亲自处理 是 快走 四哥饶命 太子爷饶命 下不为例 是 于此是指 属下礼发 程建言 你这次回来匆忙 是不是只能住酒店 是啊 你帮我个忙 什么 这酒吧没人打了 哎 已经解决了三爷 那个律师似乎有些势力 也是 陈家虽然金盆洗手 移民国外 但是他一定在江城留有势力 他们现在干什么去了 你血影身份 留在江城的这些不动产 要是没有你这个大律师在 我还真不一定拿得回来 走 跟解住别墅去 不难刮你进别墅 这是什么意思 是的 三爷 车是法拉利的限量款 房子是金北附近的四层别墅 我送到房子 他说他要上课 要在学校附近住 凭什么程建言给他 他就搬进去了 三爷 这种东西会不会不需要问 直接给就行了 送我也要送 搞得我送不起一样 你去把翡翠蓝亭别墅 不 你帮我把整个翡翠蓝亭别墅的楼盘 过过到乔影名下 那等流程办完 最快也要明天哦 这样啊 三爷 我觉得表达爱意 物质是一方面 尽是关怀 也是很重要的一面 你就是乔影同学 我是 那个 我是苏清雨的父亲 我叫苏湛 哦 十个亿带来了 哦 对 我今天来啊 就是为我女儿道歉的 钱我收下了 道歉就不必了 没什么事我要休息了 太像了 不可能 爸 我都打通过了 那乔影 就是个从云州来的乡下人 根本没什么背景 云州 难道是 不行 我得亲自去到云州 调查一下这姑娘的身世 诺 你的出场费 你叫我来 还给什么出场费 怎么还有事 你怎么来了 听说你喝酒了 我来给你送咸酒汤 所以你觉得我酒量很差吗 我怕你喝多了睡不好 所以你光速查到我在哪 就是为了送咸酒汤 当然不是 我可以进去吗 进来吧 这么晚还有客人 这是秦寒运 有幸听闻过秦三爷大名 这么晚了打扰 想必是阿颖的朋友吧 他叫她什么 阿颖 他是来送咸酒汤的 秦三爷可真是有心了 我真没醉 你要喝吗 你想喝你就喝了吧 别浪费了 哎哟 头正疼着呢 那我就不客气了 哎 怎么 秦三爷舍不得 是我不懂事了 这是秦三爷为阿颖准备的 我喝确实不合适 不过呢 我和阿颖之间向来不分彼此 更何况是一碗醒酒汤 倒是忽略秦三爷的感受了 一碗醒酒汤而已 陈律师严重了 既然是乔小姐的朋友 肯定是我秦某人的朋友吗 早知道就该往里面下点解药了 秦三爷有话对我说 没什么 我就想问问 陈律师今晚是想留宿在这儿吗 有问题吗 我觉得大家都是成年人 乔小姐又是女孩子 陈律师应该比我更懂得 名声的重要性啊 秦三爷管的会不会有点太多了 何况我刚才也说了 我和阿颖向来不分彼此 陈律师误会我了 我的意思是 我刚刚已经把翡翠兰婷的所有权 转给了乔小姐 陈律师要是在江城没有地方去 大可去随便挑一件补 总比传出一些风言风语 要来得好 乔义 什么 怎么 家里出事了 姐 妈妈打起来了 这次打得特别凶 还要闹离婚 什么 我告诉你 你要是敢拦着我 信不信 我死见你看 丽丽莲 你在家丢人就算了 你还要跑到江城去给女儿丢人吗 你敢这么跟我说话 那个死丫头 自己跑到江城去享福 想到过你 惦记过咱们这个家吗 玲玲 可是她同胞亲妹妹 既然 清北大学那么看重 乔义那个死丫头 让他们连玲玲一起说了 有什么不对啊 人家王校长说了 人家小颖是凭本事考上了清北大学 你这么一闹 万一人再把她退回来怎么办呢 要是退回来 那是她自己没本事 倒手的好处抓不住 我不管 凭什么她一个人在江城享福 她爹妈 弟弟妹妹 就在家里吃看页菜 不 玲玲小颖过来 你窝囊 你不敢去 你就闪开 别把我们娘三去享福 走走 姐 麻烦要去江城堵你怎么办 什么 我哪上来 我跟你一起去 选谁好呢 你家里人不好对付 我得跟着你 保护你 那离婚的话 正好需要一个律师 刚好我也想建计你家 那就 你咋 为什么选我陪你啊 不愿意啊 那我叫成亲员回来 不用不用 谁说我不愿意 我就是好奇 因为相比来说 你更清闲一点 那是 成律师能温善武 日理万机 我衷心祝愿他生意兴隆 才高八斗 日进斗金 忙得脚不沾地 回不了国才好 你们俩不去江城是吧 那我带着玲玲小伙去 你找谁啊 您是玲玲莲吧 是我呀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啊 我姓苏 我叫苏战 从江城过来 专门来拜访您和您的先生 你好 江城爱的 莫非和乔颖那丫头有关 不准那丫头在商场报了大款 两心发信 给家里送钱来了 你好 你好 您就是乔先生吧 嗯 我们方便 进去来聊聊 当然可以 请您请进 什么 你说那个死丫头不是我女儿 李女士 乔先生 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红手 谁说乔颖不是我女儿 乔颖和玲玲明明是一卵双胞胎 我养了十几年 我这个当情爹的能不知道 你别听他们瞎说 乔先生 这个你怎么解释 怎么 这照片上的女人跟乔颖长得这么像呢 照片上是我的大哥苏玉和我的大嫂安逸 我怀疑乔颖是我大哥所生 所以我就去卫生院 调查了孩子当年的DNA样本 经历报告出来了 乔颖确实是我大哥所生的 乔颖生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乔颖 的确不是我女儿 当年 你是个龙虎胎 男孩当时就没了呼吸 我刚好在卫生院的后门 接到一个女孩 我就 怪不得这个死丫头不跟我亲 原来 根本就不是我女儿啊 那个李女士 乔先生 你们放心 你们将乔颖平安养大 那就是我们苏家的恩人 出没急 没拿那么多钱 这卡里 有一个印 你们先拿着 一个印 一个印 乔颖 是你 小颖 这死丫头 怎么偏偏这个时候回来 秦 秦三爷 你怎么也来了 我是来保护乔颖的 有什么事你说 保护乔颖 这又是什么人 你来我们家干什么 乔先生 这个事 可以说吗 你看一下照片 照片上 是我的大哥和大嫂 其实 他们才是你的亲生父母 定案检测报告已经出来了 你要是不信的话 可以再重新做一次 可惜真正的乔颖 早已经死了 那他 那我父母呢 你妈妈叫安颖 在云州的戏员上唱戏 当年 我的母亲 看不上她的厨师 极力反对这桩婚事 致使安颖怀着孕 被赶出了家门 我大哥 直到后 急于成急 他没过两年就去世了 没想到真正的乔颖 甚至这么曲折 那你家老太太 这么极力反对 小颖要跟你回去 我温手欺负 那倒没事 大哥死后 老太太就悔悟了 承认赤斋念佛 我们这十多年 努力寻找 大哥和大嫂的孩子 这就是他老人家的意思 孩子 我知道 是苏家对不起你 但我保证 回家之后 一定全力明补你 谁说我要跟你回去的 谁说我要跟你回去的 小颖 你 你是说 你们苏家赶走了我妈 逼死了我爸 现在还要让我回去认祖 鬼宗 做梦 我知道 你和苏家没什么感情 而且你和清语 还有一些过节 不过没关系 咱们有时间 不管以后 你做什么决定 我都尊重 可是 李女士 你放心 不论孩子 回不回苏家 我们都会好好报答你们的 报答 报答他们俩这么多年来虐待我吗 虐待 没有的事 这孩子从小调皮 我跟他爸打他一次骂他一次就是正常的 这明明是教育 怎么会是虐待 出门前没好好调查清楚 出去问问街坊邻居就知道 这是教育还是虐待 什么 你说那个死丫头 不是我女儿 怪不得这个死丫头不跟我亲 原来 根本就不是我女儿啊 李女士 这到底怎么回事 我能证明 我姐在家 正是受孽单 乔义 好你个白眼狼 你竟敢串通乔义 来欺负我 我打你 我看谁敢动他 我看谁敢动他 是啊 我是对他不好 你想把孩子临走 我养了他十几年 这物业费 生活费 学费 你从那给我吧 一口价 一千万 钱一到账 人 你立马带走 你还好意思要钱 你虐待孩子 你知不知道 我可以让你把牢底做穿 你少来吓唬我 我养了他十几年啊 十年 欠我的 你个窝囊废 你让我说句话呀 行了 别闹了 这么些年 你是怎么对待乔赢的 还想跟人要钱 我为什么不能要钱 行了 我今天过来是要处理一件事 你们不是要离婚吗 离婚协议 我已经让律师拟好了 现在 好你个小全生啊 和他们一块儿欺负我是不是 跟我离婚 独吞苏家的钱 是不是 真是太无耻了 还有你 做事之前 也不调查清楚 难怪苏家会没 可理 我不签 你们何情会来欺负我 不签 报警 你敢 哦 对了 说到虐待 乔林里也有份 记得跟检察说一声 不 妈 你快签啊 我不想坐牢 喂 我要报警 我 我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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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这么命苦啊 自作自首 如果他以后再纠缠你 记得给这位律师打电话 乔义 你马上要高考了 跟我一起回江城备考 好 哦 对了 如果你也要去江城 我可以帮你安排好一切 你是个好人 既然已经结束之前 这么糟糕的一段婚姻 那我希望你别心软 千万别回头 嗯 乔义 走 乔义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我不可能回苏家 明白吗 乔义 这也算是为你报仇了 你全下有志也该安心了 心情不错 是啊 终于了去了一桩心事 你这么打算回苏家 我回苏家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找逼死我亲生父母的老太婆算账 还真得是你啊乔义 你这样让我更死心塌地了 嗯 别嘴贫 既然这么开心 今天晚上我做动 给弟弟好好接风 好啊 那 小叶 一定要选最贵的酒店 千万别客气 哦 小叶 学校出了点事 肯定有关 方便回来一趟吗 姐 快看清美大学的论坛 金言 你去查查定位 看看是谁发的帖子 不用了 已经找到了 女生宿舍必动303 污蔑造谣 直接报警抓人吧 好 放开我 你们干什么 在论坛上公开造谣诽谤 侮辱同学 你还不承认吗 造谣诽谤 我说的都是事实 我就是看不惯乔赢他骗人 乔赢 你回来了 说吧 苏千语给了你多少钱 我 我不认识苏千语 我就是单纯看不惯你 监控拍到 他给了你一张银行卡 还说不认识 难道 这钱里还包含敦大佬的 我不想敦大佬 是苏千语 他给了我五百万 向我当初抬开造谣的 校长救救我 我不想敦大佬 我不想敦大佬 秦三爷居然亲自给乔颖辟谣 天哪 太不可思议了 苏千语 你是抢通了吗 我们苏家随时欢迎你 苏战先生 谢你五分钟内到清北大学 看看你宝贝女儿都干了些什么蠢事 苏千语 这些还给你 苏千语你快告诉他们 这是你让我做的 我不想敦大佬 你还有什么解释的吗 苏千语 秦哥哥 论坛上面说的那些都是真的 乔颖他以前就是一个大胖子 丑八怪 他为了你 还不知道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呢 你千万别被他骗了 你知道我蠢吗 你能查到的事情 我们秦家查不到 你一定是有什么把柄在他身上 对不对 要不然他一个乡下来的野丫头 你凭什么这么包养他 包养 请你搞清楚苏千语 我倒是很愿意为乔小姐花钱 可是机会难有 说到包养 我很希望乔小姐能够给我一个机会 我可以放下男人的身段 成为她的金丝雀 我没听错吧 秦三爷才是主动的那一方 也就是说江城第一豪门的秦家家主 是自愿放下身段追求乔影的 对 我是自愿放下身段的 爸 你打我 你知不知道 你都做了些什么 苏先生 想必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你已经了解了 秦三爷 乔小姐 我万也没想到 金与 他才能做出这样的事 爸 你干嘛呀 你知不知道 乔小姐 就是你大伯 实在多年的女儿 是你的姐姐 是我们苏家的大小姐 什么 你在说什么呀 家门不信 家门不信呀 什么 乔影竟然是苏家失散多年的大小姐 这苏家也太好服气了 乔影是苏家大小姐 苏家不是只有一个女儿吗 这是什么复杂的毫无恩怨 既然人已经来齐了 那这件事情怎么处理 说说吧 事关苏家的存亡 我确你最好想清楚再开口 乔小姐 这是 是我的责任 是我没有管教好的 怎么处理 您说了算 您说怎么做 我就怎么做 只求你不要恨这个家 我对成为苏家大小姐 一点兴趣都没有 而且你没有资格让我不恨苏家 妈 你怎么来了 这不是苏家那个整天 吃摘念佛 当门不穿门 木门的老太太 怎么连她都惊动 奶奶 您怎么来了 像 简直太像了 是你哥的孩子 你看这个孩子的眼睛和眉毛跟你可一模一样 孩子 我 我是你奶奶 哦 当年逼死我亲生爸妈的就是你啊 乔影这是承认自己是苏家人啊 当年苏家少爷不是因为去世才没有留下一二伴女吗 难道苏大少爷在死里有隐情 怪不得苏老太太天天烧香拜佛 保不准是做了什么亏心事 就是 孩子 我真是能力对不住 可现如今你爸妈都不在了 我多希望你能回来 苏姐一定会好好补偿你的 再怎么补偿能换回人命吗 我 乔影 我知道 过去的事已经无法改变了 无论如何 我们也无法补偿你 但是只要你说 我们一定会竭尽全力满足你 孩子 你要是恨我 我就跪下了 给你偷奸行吗 奶奶 给你赔罪了 妈 奶奶 妈 奶奶 这太过分了吧 妈 这是珍贵的呀 不管怎么说 这苏老太太终究是长辈 这大理乔影怎么受得起 对呀 乔影也太过分了吧 就是啊 乔影 你没听到大家都怎么说的吗 奶奶终究是长辈 你就这么受了奶奶一跪 你不害羞瘦吗 她是你长辈 又不是我长辈 她愿意跪就让她跪 我又没有逼她 至于他们说什么 无非就是些道德绑架的话 你觉得我会在意 他们就是来看热闹的 那怎么能让他们白来 这热闹自然是越大越好 行 我知道了 你就是记恨我是吧 我跟你道歉 对不起 我之前不知道你是大伯的女儿 你要是记恨我 你骂我好了 你别欺负我奶奶 我欺负她 要不要把二十年前的事情说出来 让大家听听看 到底是谁欺负谁 乔义 我们苏家也算是江城有名望的大家族 这件事再回家说好不好 这就是你们苏家道歉的诚意吗 乔义 我都跟你道歉了 你还想怎么样 我想怎么样 我让她把当年的事情说出来 你们苏家做了什么 又对外说了什么 既然是道歉 这点诚意总是要有的吧 如果大家觉得是我过分 我错了 那我心甘情愿和你们回事 乔义你别太过分了 好 我说 我说 可是 事到如今 也是瞒不住了 都是我造的孽 二十年前 是我反对苏语和安义的婚事 才让他们俩被迫分开的 安义怀着孩子不知所踪 苏语她 是因为得了抑郁症 跳楼自杀的 奶奶 你不是说大伯母是因为难产 母女双亡 大伯父才抑郁成疾的吗 苏千语 你到现在还不明白 这些冠冕堂皇的话 不过是为了粉饰太平 跟外人说的 鱼儿走了以后 我终于意识到 人没了就什么都没了 我反不反对 又有什么用的 之后 我天天祈祷 希望有一天 能找到安义和那个孩子 弥补他们 可根据我的调查 安义的身体一直很屈弱 当年怀着运被你赶出家门的时候 更是生着病凶险万分 至于你日夜祈祷 恐怕不是愧疚于拆散了这对友情人 也不是想找到安义和孩子 而是知道安义这一出去必死无疑 如果安义一尸两命 那你就杀人凶手 苏老太 你并不是真的想认回我 你只是想给自己赎罪 让自己心里过得好受一点 所以 你永远不值得被原谅 知道苏家为什么会沦落到如此地步吗 就是因为你们太傲慢 以为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 看不起安义细子出身 把他赶出家门 苏千宇也看不起我的出身 才会对我百般刁难 造成今天这个局面 就是因果轮回 是你们自整自受 我调查过 苏家的财产 大部分都是苏玉挡拼来的 但他好不容易想要结婚的时候 你们却活活逼死了他 按照继承 苏家的财产 理应由乔颖继承 不过也没关系 把你们苏家搞破产 我再把他送给乔颖 也是一样的 我对苏家的财产没有兴趣 乔颖 我错了 我们苏家不能破产 你让我做什么都行 干什么都行 对 什么都行 你知不知道有个穴位 会让人变成哑巴 你这么口无遮拦 喜欢造谣 那下半辈子 就变成哑巴好了 好 我答应 是我们苏家对不起你 今天 我就把手里所有的财产 都转移给你 好 求你 给我留些钱 让我们 一个江城上 妈 我们走吧 乔颐吃吧 不够再让秦寒月点 秦 秦三爷 那您先吃 你这么怕我干什么 你还怕我吃了你啊 叫三爷多见外 叫我警夫 吃你的饭 光吃饭多无聊啊 我得跟弟弟加深一下感情 你想当我警夫 这还不明显吗 我姐从小到大在我们家 受了很多委屈 吃了很多苦 你能保证 一直都对她好吧 我可以用我的生命 下定保证 所以你赶快告诉我 你姐姐喜欢什么 讨厌什么 我不知道 你们在一起生活这么多年 你一定知道的 总觉得姐姐变了很多 不像是之前的她了 姐 这是你住的地方吗 是啊 这也太大了 还行吧 没有很大 对啊 这比起我送你姐的那片别墅区 想多了 小姨 我等等就给你支腿 过程会十分痛苦 你能忍吗 只要能变正常 让我做什么都能忍 时间越长效果越好 忍不住了一定要告诉我 姐 我到极限了 肌肉萎缩还不算严重 过一会儿就又知觉了 有感情了 姐 我腿真的有感觉了 我腿好了 姐 我 我终于不是残废了 在乔印里的江城里过得这么好 还有乔印 都姓乔 凭什么我什么都得不到 凭什么 喂 你看你们家别墅这么大 现在也很晚了 你不考虑收留我一下吗 我们都是成年人 我又是女孩 秦三爷 应该比我更懂名声的重要性吧 我觉得大家都是成年人 乔小姐也是女孩子 陈律师应该比我更懂得名声的重要性吧 秦三爷管得会不会有点太多了 况且我刚才也说了 我和阿姨向来不分彼此 乔印 什么时候我们也能不分彼此呢 别动 有人 可能是来找我麻烦的 请一家树长招风 不管是找谁的 我想让他放松警惕 引用他出手 怎么回事 别吹了 他受伤了 凭这个特征 我一定能把他受伤了 好 那剩下的交给你了 你觉得这女人 会不会和给我父亲下毒的 是同一批人 看不出来 如果是的话 秦家一定有那鬼 秦家也是许久没有好好打扫一下了 这次刚好是个机会 走 废物 居然没得手 秦寒月不死 秦家永远不可能属于我 还有那个该死的乔宜 女司帮秦寒月坏老子好事 秦少爷 你也恨乔宜 你是谁 我是乔宜的妹妹 妹妹 你想干什么 秦少爷 别人的敌人 就是朋友 我想我们可以合作 我不是让你别来找我吗 可是秦总外面已经不安全了 我只能来找您了 我听说 三爷已经开始在筛查秦家内部了 你得帮我 当然会保你了 不然我也别想活 秦总 三爷突然来了 快走 来不及了 三爷马上就到门口了 三叔 你怎么来了 嗯 这份名单上资料给我 三叔 咱们秦室集团的内部自查 不是半年前刚结束吗 怎么又要来一遍 三叔 怎么了 没事 三叔 怎么了 三叔 怎么了 秦少 我知道秦家的家主之位 你想要很久了 但是你知道父亲为什么不传给你吗 因为我还想 能力还不够 但我知道你不是这么想的 当初我成为家主的时候 父亲想要将所有的家产 都转到我的名下 是我坚持执意 把这份子公司留给你 到现在一共两年四个月 你一共亏掉了八十 我给了你证明自己的机会 很可惜你并不具备继承公司的能力 三叔教训的是 所以秦圣我告诉你 不要妄想你得不到的东西 还有 人心不足蛇吞下 都到这儿了 还不肯说吗 我说 秦才要我说 是秦做 不 是秦圣叫我这么做的 他让你来杀我 他真是蠢透了 秦圣说了 你有机会先杀了你身边那个女孩 杀了她 对付您就简单多了 秦圣 是你拿把手机发的消息给我 是我 是我 姐你别走 我是实在没办法了 才来江城找你的 求求你救救我和妈妈吧 放手 姐 又有火人正在追杀我和妈妈 如果不解决的话 他们就会找到爸爸 会找到你和小义的 发生什么事了 不能进来说吗 说 我 是妈妈因为没钱花 所以去赌博 没想到越输越多 输了十几万 他们就要把我卖掉抵债 我艰辛万苦才从云州跑到江城了 姐你一定要救我 所以你就拿爸来骗我是吗 我 我跟妈妈已经是迫不得已了 说完了吗 我要走了 不行 你不能走 让开 终于生效 你骗我 没错呀 我的好姐姐 我以为还要费好大一番功夫呢 没想到啊 这是什么 没什么 不过是一些让人肌肉松脂的春药而已 知道你谨慎 所以我今天下在了空调里 从你进门的那一刻起 你就已经上官 那你为什么 当然是因为我提前用了解药啊 哎呀不过姐姐 解药只有一份 你可以死心了 接下来啊 我带给你的大礼吧 好可惜啊 你的第一次不能给自己喜欢的人了 出来吧 别忘了给我弄死的 必须的 秦妍 你确定通过监控确认她最后进入的地方就是这儿 三爷 可以确定 十分钟以前小姐进入了这家宾馆 应该就在某一个房间 既然行动自明后 为什么会不接电话 三爷 见过这个女儿吗 没有 把你们宾馆十分钟之内的监控给我调出来 怎么会这么巧 小东东 干嘛呀 救命啊 乔宁的手机为什么在你身上 真以为我不敢杀你吗 说 她到底在哪里 那你杀了我吗 就算你现在杀了我 那你找到乔宁的时候 她也活不了 三爷 时间不能忍 你记得这里谁问我 不如早点去找她 这里一共多少房间 我们是小九顶 一共八十多间 小影 求你 千万不要出神 乔宁 这两家想弄死我 真是蠢的可以 我送你去医院 来不及了 幸好你来了 乔林林 三爷 好巧啊 小影是来找你的 三爷没有看到我姐姐吗 她刚刚特别的生气走了 我赶紧追下来 没想到碰到您了 生气 你跟她说什么了 这 说 是我妈 她赌博欠了很多钱 我没有办法才来找她的 可是如果我不这么做 我妈就会把我卖给那些开赌场的人 亲三爷 我求求你救救我 小姐 给我滚出京城 我告诉你 如果你再在乔宁面前出现 我让你走不出京城 我知道了 我以后再也不打扰她了 三爷 小姐确实来过我们宾馆 那后来呢 她出去了吗 我们宾馆刚刚网络断了 今后有些缺失 翘影 接电话呀 你中计了 知道 所以只能拿你当解药了 不是 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我当然知道 那你知道我是谁吗 秦寒怨 我是被吓药了 又不是傻 我从来没有过 我不会嫌弃你的 可是 你 醒了 嗯 原来男人在某些方面 确实可以无视自投 我以为你很有经验啊 没想到你也是 谁说我不是 天还没亮 嗯 看来不是天还没亮 而是我瞎了 怎么回事 我送你去医院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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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是昨晚被下药还动了手 有点气血攻心 我自己就可以治疗 其他人都不敢治 不行不行 我带你去明山堂 这个应该是气血淤堵 经买逆形导致的 我说的对吧 没错 那该怎么治 这应是要赐秦鸣 存竹 还有承弃这三学位吧 不过这三个学位只是表象 还有捷径 弹中大学 三针齐下 深度三寸三分 丝毫不产 这是很凶险的 我不敢啊 我就说他不敢吧 唉 你不用太紧张 我自己可以治 明朗 你这里有没有十年生的五猎黄连 五猎黄连 这个药已经濒临灭绝了 在京城这个地区是找不到了 那得去西南地区的 潮湿阴障之地 我去找 不行 我不能和你分开 你会有危险的 我让秦鸣去找 好啊 那这段时间 就要麻烦起三爷了 来 小心烫 嗯 没想到 秦三爷照顾人的本事也不错 乔小姐满意的话 不如签一个长期雇佣合同 我不要钱 管吃管住就行 可以考虑 乔玲玲背后的人找到了吗 这事肯定不是她一个人做的 我查到了 是秦盛 是她 她真是本事不大主意不小 想来给我父亲下毒 也是他们母子两个的主意 抓到他们人了吗 还未对他们动手 不过我不会放过他们 也是 反正整个京城都在你的掌控中 早一天晚一天一样的 我绝不会再让你受伤了 对了 乔义呢 她还在上课呢 晚自己还没下课 这几天我会派人保护好她 嗯 乔义这孩子自尊心很强 悄悄保护就行 放心吧 交给我 没问题 再吃一口 我不吃了 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什么事 从昨晚到现在 我还没有洗澡 你帮我啊 我 我帮你 洗 洗澡 嗯 帮我 才快过三爷 伺候人的本事不错 怎么解个扣子都手抖啊 你这个扣子不太好解 哪里不好解 我突然觉得啊 你这个扣子吧 即使你看不见 你也可以解答 我先出去 有什么事情叫我 我在门口候着 真是不惊动 不要乱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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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现在眼睛看不见 不管怎么样 你要你的车顶归去才行 我可不能当禽兽 你怎么什么衣服都不穿 就出来了 我的浴袍呢 赶快摔上 别着凉了 我们该发生的都发生了 你这个反应 有点奇怪吧 不是的 那 那个跟这个不 不不不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 呃 嗯 哎 乔颖 我觉得我们应该 好好聊聊我们之间的事情 先喝杯热牛奶 有助于睡眠 不是说要跟我聊事吗 聊吧 呃 我们 我们现在 到底是什么关系 你觉得呢 呃 就像你说的 我们该做的都做了 我 我想你给我一个名犯 你的意思是 要我对你负责 是我想对你负责 呃 我不想跟你做朋友 我想成为你最亲密的人 有一个光明正大站在你身边 陪伴你的身份 你可以给我这个机会吗 我真的 超级超级喜欢你 小义回来了 陈静言 你怎么来了 呃 阿姨 跟我走 乔颖 陈静言 是我自己选择留在这儿 留在他身边的 秦汉月 这就是我的答案 你现在眼睛这样 真的不会出问题吗 是啊 眼睛瞎了 确实拿不准啊 还需要什么东西吗 的确需要一个人 给我试真试药 这穴位 有风险 而且用的药 也有一定毒素 需要找个身体素质好的 不然 可能经不起这个折腾 让我来 你确定 这非常危险 而且过程会非常痛苦 万一我失手 你可能会被我扎虾 没关系 我相信你 我记得你上次说的是 谭中学 来 这样的话 那 我扎了 我骗你的 我医术那么好 怎么可能需要人 是真是样 这下你放心了吧 消息属实吗 好 十年生的五恋黄恋 找到了 走过了 走了 是秦三爷 他不是很少来这种场合吗 今天竟然来拍卖会了 看来这次拍卖会上 肯定有好东西 得了吧 就算有什么好东西 有谁敢跟三爷交价 那倒也是 看来这次啊 我们这些普通富豪 只能减减漏了 如果要是有喜欢的话 一定要告诉我 我看不见 怎么知道自己喜不喜欢啊 你不是说喜欢阿颖吗 现在连阿颖喜欢什么都不知道了 就你知道 是啊 毕竟我和阿颖认识十年了 我当然知道她喜欢什么 好 一会儿你拍什么 我就拍什么 那就让我看看 你有没有了阿颖一致千金的玻璃 反正我们成家啥都缺 就是不缺钱 还是没 他那要开始了 下面公布第一件拍屏 紫逆方婷 起拍价五百万 一千万 你确定她会喜欢这个 你怎么知道她不喜欢 你喜欢那个顶吗 我看不见 不过 听这个名字 说不定会喜欢 两千万 三千万 五千万 奇怪了 这也要这个顶做什么 不知道啊 一般这个不都是些 热爱历史的老头子喜欢了 秦三爷做什么热闹 大概是因为当家了 年纪大了吧 五千万两次 五千万三次 成交 让我们看下一件藏品 晚清佛像一尊 起拍价 两千万 五千万 成静岩 你有病是吗 你怎么知道 阿颖不行 一 两亿 五亿 五亿两次 五亿三次 成交 有请下一件藏品 三云今天这是怎么了 谁知道啊 有钱人的心思 我怎么猜得到 起拍价 两千万 你出来 我找你说的事情 好啊 程锦岩 他怎么会在国内 直接秦三爷 还想找程律师合作呢 现在怎么叫起嫁来了 阿 不许打架 放心 不是你想的那样 钱 我不是和你耗不起 但是我觉得大家都是成年人 你要是对我有什么意见 就直接告诉我 没有必要玩这些 第一 阿颖在你这受伤 第二 阿颖受伤的事情 不出一天就传到了我这里 说明你的危险意识不够 乔颖受伤确实是我的束缚 我也很清楚 你一直派着人盯着我和乔颖 我也没有向你的人刻意透露 我觉得你作为乔颖 朋友 有权利知道这件事情 你知道我在盯着你 嗯 那你说说 这里哪些人 是我的人 他们会第二排 带着无框眼镜的男人 第四排后颈纹身的人 还有刚刚 给我们开门的服务生 还有我没有发现的马 没有 就这些 所以 你可以告诉我 你对乔颖到底是什么意思 真正的你 看来阿颖 还没有把重生的事告诉他 没关系 我相信有一天 你会亲口告诉我所有真相的 下一件排品 斯芬克斯之眼 起排价 三亿三千万 下面开始惊态 三亿三千万 我看 这叫价都不带犹豫的 四亿 三爷和程律师又开始了 我看啊 是因为他们身边的女孩吧 好指千金 我红颜一笑呗 五亿 七亿 十亿 你赢了 十亿一次 十亿两次 我就说过 他不是会打打吃亏的性格 十亿三次 成交 下面 是本次拍卖会最后一件排品 比帝王绿还要稀有的 龙石种 北翠原石一块 起排价 十亿 不对 排品里怎么没有十年生的五脸黄脸 怎么 情报有误 没事 我这眼睛 也不是非要那味药才不可 你把我照顾好乔颜 我去问问清楚 嗯 三爷 信息绝对没错 这只可能是主办法领事的解释 岐三爷 不瞒您说 昨晚那猪五脸黄脸 被 被 被偷了 偷 我和他认识了十年 我们的感情 很难说 你喜欢他吗 对 我喜欢 过 我全是爱情 像家人 像朋友 像知己 我也不清楚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他 如果在我遇到他的时候 知道他有爱的人 我一定不会插足你们之间的感情 我从没想过告诉他 我不像你 我不是一个控制于强的人 我爱他 但我不需要非得和他决定什么关系 像我这样的人 在电视剧里 只能演男儿 说句很俗的话 只要让他幸福 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你也算是 乔颖的娘家人了 我向你保证 我会用我的生命去守护他 向你证明 我能够配得上他 我是个律师 我只看证据 不需要向我证明 我只看你做不做得到 好 一言为定 你们不在的时候我拍的东西 谁付钱 你拍的什么 一柄库尔喀刀 预感会很好用 我就知道你不会喜欢那些珠宝首饰 看来 你开始了解真正的我了 举三爷 我不知道那间拍卖品 对您那么重要 我要是知道 肯定护他周全 三天 最多三天时间 我一定给他找回来 恭恭敬敬 乘到您府上 三叔 我听说你在找一位名叫武烈黄连的中药才啊 就说马上就要灭绝了 但你说巧不巧 和这儿刚好有一种 不会刚好你偷来的 三叔 别说得那么难听嘛 不过你要是再不过来 我可不确定他还能活多久 三叔 人不能有弱点 这可是你教我的 三天 三爷 三天已经是极限了 等我们抓到那个人 一定要将他重臣 三爷您看 闭嘴 怎么回事 去了这么久 你放心 我一定好好地把他带回去 把你的脏鼠拿开 三叔来得这么快 看来这株黄连 对你来说真的很重要 或者说 你对那个叫巧影的 真的很在意 你住手 秦少 你知道我最痛恨背叛和威胁了 你抓了我的人 对吧 是 那我就不装了 三叔 你也知道 一山不容二虎 你已经老了 该让位了 你不用给自己找借口 你想要的根本不是秦氏 你要的是权利 你要体会那种高高在上的感觉 那又如何 我是秦氏的长孙 这一切本来就应该属于我 可为什么爷爷又剩下你 你只比我大八岁 可就这八岁的差距 你就把本来应该属于我的金钱和权力 全给抢走了 权力金钱我不是不能给你 但是你能握得住吗 你又能握多久 我不管 什么秦氏的村王 集团的将来 关我什么事 有了这些钱 够我花十辈子了 可是你只能活一辈子 我说过 我不应该妄想你得不到的东西 闭嘴 我最烦你们这么和我说 把我当孩子告诉我该有什么不该有什么 你告诉我凭什么 所以你不惜一切来毒害我父亲 我想能杀我 秦氏 看你是疯了 又怎么样 反正现在 你已经有软肋了 三叔 你告诉我 千万不要被女人骗 这三叔你现在 也要栽在那个女人手上了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要你 给我跪下 看来三叔还是舍不得为了那个女人 放下尊严 但是你似乎不知道一件事情 这味药固然重要 但不是非药 倒是你 为了它暴露了你的野心 真的很蠢 是他跟你这么说的 这味药可有可无 但是三叔你想想 这么神奇的东西 药效肯定是独一的 怎么可能可有可无 他很喜欢你 你怎么知道 他是不是为了不让你担心 才这么说的 三叔 你敢赌吗 住手 翘影 我说过会有生命保护你 这次 我不敢赌 这是秦氏集团的转让协议 把字签了 这种武猎黄连 就是你的了 对了 还有断绝亲属关系的合同 三叔 我怕你老了吃不上饭 万一以后 请我给你养老怎么办 三爷 能为我做到这个份上 真是辛苦了 你怎么来了 我马上要拿到那株黄连了 你的心意我收到了 不用这么大费周症 别动 别过来 再往前走一步 我就毁了他 你不是瞎了吗 对 我试下了 我知道你很厉害 但是你现在已经瞎了 就算我当着你的面 把蜘蛛黄连毁了 又能怎么样 你住手 秦寒月 你这便宜侄子可真逗 这是我今年听过的 最好笑的笑话 我是瞎了 又不是废了 还要不是你侄子 真想在他身上试试 刚买的那把刀 本来这些事 我都不想告诉你 怎么 然后上演一出 牺牲自己 拯救爱人的戏吗 我起码先骗着他 拿到那株草药 至于这份合同 只要我愿意 他随时都可以变成废纸 走吧 不能浪费你费尽心思 保持的这颗黄连 这边让秦妍处理就好了 秦盛说了 有机会 先杀了您身边那个女孩 杀了她 对付你 你就简单多了 是 好好处理她 不是我说 你俩有必要这么如临大敌吗 我要入针了 好了 回来吧 好了吗 三天不能见光 然后就会痊愈 那这段时间 我就先暂时不回去了 等你彻底痊愈 我才放心 乔颖 我用整座城市作为聘礼 你愿意嫁给我吗 你怎么了 我以为你不会哭 你确定想好了吗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都不会改变我的心意 我想爱你真正的灵魂 如果你决定好了 我会把我的一切都告诉你 秦晴晗月 我也有礼物要送给你 真的吗 这是前几年 一个意大利神 附送给我的 他说我上辈子 是无恶不作的吸血鬼 这辈子转身成人 如果找不到我的守护神 就会阴年早逝 也许他说得对 但又觉得他说得不对 上帝不愿意收留我 就给了我一次机会 秦晗月 你愿意成为我的守护神吗 我会永远做你的守护神 直到死亡包吻 我 我 半老 对啊 等你高考完那个暑假 我最喜欢夏天 好啊 你最近在新学校怎么样啊 听说江城的节奏会比较快 能习惯 姐 你不用担心我 嗯 好 那你安心学习 有什么不惠的记得问我 乔玲玲找到了吗 还没有 这就奇怪了 她既然没有离开江城 肯定蠢蠢欲动 怎么一点痕迹都没有 我这两天也在考虑 我在想 是不是秦家的这些手段 都太高估她了 但我有预感 她一定会从乔易下手 说到乔易 她今天还特意给我打电话 说我不用特意 派人保护她 乔易自尊心太强了 不喜欢她过于特立独行 不过这也是个机会 乔玲玲就算抓到乔易 最终目标也是我 不会对乔易怎么样 不过你说我拿乔易掉的 乔易会不会生气啊 果然不出所谓 小子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今天呢 就是有人花钱让我来整你了 怎么 今天不带保镖了 镖哥 估计他钱不起保镖了 镖哥 我都打理好了 这小子老家是云州的 估计哪家有点钱呢 操过卖钱 他把这小子送到江城来的 我告诉你小子 我最讨厌的就是你这种 你生不在江城 反而来江城享受我们的荣华富贵 你要不要点你的脸 我是凭我自己的成绩来江城的 倒是你们 不觉得给你们所谓的本地人丢脸吗 有本事你再说一次 他说你丢人 听懂了吗 姐 你是谁 你们又是谁 说出来 我好精准打击报复 哼 我父亲可是加成大名鼎鼎的林北风 这两人 一个王家 一个魏家 你敢惹吗 那明天就会有个性情的告诉你 你们三家破产了 什么性情 你真以为我们是下大人 不信也行 到时候别哭就行 我看该哭的是你们吧 秦三爷这种大人物 可不会允许有人在外面 乱用他的名号搞事情 信不信我直接一个电话打给他 曝光你们 你有他电话 我 我们魏家 可是秦氏集团旗下商超 多年的冷链供应商 我爸想要到秦三爷的电话 那还不是分分钟的事 果然 秦寒玉还是刷脸好事 表哥 咱们不用怕他 他就一女的 咱们把他绑起来 送给秦三爷要邀功躲 上 还真是年轻气盛 终于让我英雄救美了一次 阿姨 你又是谁 刚才不是叫嚣着认识我吗 转眼就认不出我了 三爷 我这边也再是零仙不上老爷子 把钱放在门口 请老爷子就在死 不是人许 我就说这明晃晃就是一个陷阱 不把我们关在这里才是有鬼 乔颖啊乔颖 没想到你还是这么自食甚高 目中无人 秦老在哪儿 那个视频是我要电脑合成的 没想到真的骗过你们啊 这件事恐怕你自己做不到吧 没错 我当然有贵人相助 是谁 你大概想象不到 他是一个又胖又丑的老男人 曾经在绵北搞过诈骗 这些小手段都是他教我的 你 当然 我所付出的代价就是 成为他的闯犯 不过没关系 只要能拿到钱 尊严算什么 那可能要让你失望了 乔领领 门口那张银行卡 是空卡 你或许想趁着把我们关在这里 拿钱走人 但你错了 乔领领 只要你出现 你就走不了 秦 秦三爷 秦三爷 说吧 谁派你们来针对乔颖的 没没没 没有人派我们 让我们把秦三爷 我们以后再也不敢了 不就乔领领让你们来的 我们不认识什么乔领领 三爷 我们再也不敢了 我估计就是普通的学生霸凌事件 是我都想了 确定不是这个女人让你们来的吗 这我见过 这不是张铃吗 张铃 对 他跟我说 这个乔领就是个普通人家的孩子 他如果使劲吓唬吓唬 没准就破产免灾了 对对对 果然是他 调虎离山 我用乔领调他 没想到他竟然反过来调我们 那他到底想干什么 想救人 带我千万来西山冷库 秦妍 马上查一下老爷子在什么地方 光靠乔领领不可能抓到老爷子 换个角度想 他算不算是自投卢我呢 西山冷库已经荒废多年了 他是怎么找到的 过去看看就知道了 你骗我乔领 我就知道你们会这么乖乖听话 其实你想要钱 我不是不能给你 只要你答应以后不再纠缠我 我可以给你钱 晚了乔领 钱我不要了 我只要你死 乔领领 你冷静点 慌了告诉你了乔领 你知道那个男人出了诈骗犯 还是什么吗 他是西山冷库的主人 他顺悟 所以答应帮我重新开启轮盆 乔领 这就是我要送给你的最大的礼物 乔领啊 我要让你体会一把绝望的感觉 你们不是抗力情深吗 那就到地方里去团聚吧 喂 喂 他把信号屏蔽了 你先穿上 这里飞起很久了 应该密封性很差啊 我跟你一起去找 好 秦晗月 我们要失温了 别怕 我会有事的 我体制率比你低 大概率会比你先死 别说这样的话 我一定会救你出去 秦晗月 也许那个牧师说得对 我手上沾了太多鲜血 注定不能删中 或许我不应该把你垃圾我的阴火里 秦晗月 是我害了 是我自己闯进来的 一切都是我自愿的 乔颖 如果现在能用我的死 换你的火 我甘之如意 对不起 先别说 保持体力 我们会得救的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 秦晗月 其实我们上的一次 就见过 你还记得 那次绑架 一千万 让我救你的命 薛颖 没错 我就是薛颖 你可知道 我们第一次见面 我看见你的脸 在想什么 想什么 我在想 我未来的老公 至少 要长得和你一样帅气 我才考虑 和他生一个孩子 可是没想到 冤枉还没有实现 我就死了 可上帝 又给了我一次机会 我的灵魂重生到了一个 名叫乔颖的女孩身上 没想到 我们这辈子又见面了 怪不得 我一直觉得我们有种 似曾相识的感觉 原来 我们早就见过 秦晗月 这一时 遇见你 是我最大的幸运 乔颖 你也是我这辈子 最大的惊喜 遇到你 我绝不后悔 秦晗月 让你的相链给我 秦晗月 如果我死 你一定要好好活下去 好吗 这辈子 就让我来守护你吧 如果我能活下去 我这辈子都不会和你分开 没错 炸药 马上拿到这里来 马上 再演 还有什么需要我处理的吗 明天有个跨国视频会议 到时候我会帮你接通的 好 其他的我都可以处理 乔丢姐 你赶紧休息一下吧 自从三眼脱离危险之后 您天天守着他 还要一边处理情事集团事务 再这样下去 你会撑不住的 我知道了 你先下去吧 嗯 秦晗月 你不在乎真的好累啊 你知道吗 乔业考上了清北大学 也是输学系 你又多了个学弟 可是他的题目 真的好难 我不会 你可以起来看看吗 秦晗月 你让我怎么办才好 乔乔姐 您要不去病床上等吧 三爷请了 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的 乔乔姐 三爷醒了 知道我没好好照顾你 他会杀了我的 病人家属在哪里 病人炼造受损出血严重 快签个病危通知书吧 快快快 人呢 暗点头还没到吗 病人已经第三次 心脏都停了 张主任 没时间了 时间了 时间了 清安月 我真的以为你要死了 郑郑抢救了一天一夜 成绩言从德国运来 最先进的一切 我真正守了你三天三夜 你要是再不起来 我真的要生气了 别哭了 郑郑 我回来了 你什么时候 和我办婚礼 我只是想起来 你帮我 你 你 我 我